昨日韓國總統尹錫月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面後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由於韓國與日本面臨共同的外部威脅 因此安全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他又表示對日本加入華盛頓宣言持開放態度 他表示華盛頓宣言是韓國與美國之間的雙邊協議 但我們不排除日本的參與 該宣言是韓錫月於4月26日 在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期間對外公布 志在加強韓美援身威脅方案 韓錫月又指華盛頓宣言的內容尚未敲定 仍然繼續討論以完善聯合規劃及執行的細節 他又表示一旦討論步入正軌 日本準備就此與美國合作 我們可以隨時與日本合作 華盛頓宣言的關鍵要素包括 40年來首次派遣美國核潛艇停靠韓國的計劃 在地區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 此舉凸顯美國對韓國的防禦支持 而美國官員表示 預計美國的彈道導彈潛艇訪問韓國之後 美軍將會更頻繁地向韓國部署 轟炸機或航空母艦等設備 尹錫月補充說 韓日之間的合作與協調 不僅對兩國的共同利益至關重要 而且對世界和平與繁榮也至關重要